青稻夫鱼能吃吗 在我国青稻夫和小龙虾都是泛滥成灾的外来物种 在吃货们的努力下 小龙虾已经成为了大家餐桌上的美食 那么青稻夫也能经过加工然后食用吗 青稻夫原产于南美洲 在当地是一种可食用的鱼类 青稻夫鱼的口唇发达如吸盘 全身覆盖着炖铃 铁表显得非常粗糙 由于青稻夫鱼有饮食垃圾水扫的习惯 所以在传入我国后 一般是商贩向客户推荐用来清理水池的鱼类 但是青稻夫身上的骨头多并且肉少 其肉质粗糙 营养价值非常低 所以没人愿意食用这种鱼类 并且青稻夫鱼的腹香针含有大量的细菌或寄生虫 就算有人尝试着烹饪它们 食用后也很容易感染寄生虫